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佛陀当年在世的故事 过去佛陀在舍卫国起诉几孤独员弘法的时候 佛陀当年到处是弘法 在这个城中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大富 的长者 他娶了一个名门贵族的女儿为妻 长者特别聘请了这个城中最好的乐师 每天的演奏 种种上妙的音乐 就是非常好听的音乐 来取悦夫人 长者的女儿为妻的女儿为妻 长者的妻子 怀孕十个月之后 产下了一名相貌端庄的男婴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居然身上自然裹着一件 由须曼花编织而成的衣服 就是生出来 这孩子马上身上就有一个花 完全围住自己的身 不但柔软 而且色彩缤纷 同时还透露了世间少有的清香 闻之令人神清气爽 为此长者特别请来 当地的那个时候的古印度的战相师 为他的儿子来看相 相师一看到男婴端庄树庙的相貌 哎呀 这孩子不得了 赞叹不已 纷纷地就询问 这个长者说 孩子出生的过程 有什么瑞相吗 就是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这个长者的夫妇就回答 孩子身上的须曼花衣服 是与生聚来的 就是生出来就带出来的了 相师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为男婴取名为须曼纳 因为须曼纳就是花朵的名称 须曼纳在父母的慈爱当中 一天天长大 他的个性非常的谦和 对人总是温和有礼 对于父母亲更是孝顺 大家都很喜欢 平静这个孩子 更不可思议的是 身上的须曼花衣服 也随着他的身形状 成长而长大 孩子长多少大 这个衣服就长这么大 始终非常的合身 其实就是一种花 裹在他身体上 那个长者夫妻 知道须曼纳身上 能有这件庄严的须曼花衣 一定有其特殊的因缘 他们就让须曼纳 前往奇数级孤独园出家去休息 就把孩子送去休息 过去出家不容易的 那是进入高贵的 皇亲贵族的一种境界 非常的高贵 并依照阿纳律尊者 当时阿纳律尊者 学习坐禅等法门 出家后的须曼纳沙弥 非常用心学习 他在阿纳律尊者的教导下 不久就证得了阿罗汉国 然后得到三明六通 聚八解脱 三明六通 师父只能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没有时间 三明就是我们说的 天眼明 宿明明 还有漏景明 六通 大家知道 可能师父跟你们讲过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明通 还有漏景通 还有神足通 那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 具有特殊功能的 能够到处跑 那么 可能大家对其他的都知道 就是漏景通 不知道 宿明通 就是知道他的前世 他心通 不要讲了 天耳通 天眼通 神足通 都知道 就是一个漏景通 漏实际上就是烦恼 把烦恼漏进了 就是没烦恼 把烦恼都漏光了 那么 这个孩子呢 为诸天世人所敬仰 大家都很尊敬他 有一天呢 阿纳律尊者呢 令须曼那到远方的 叫拔蹄河 印度有个拔蹄河 他去积去净水 去把干净的水呢 弄过来 供养佛陀 于是呢 须曼那就前往拔蹄河 他将净瓶装满水之后呢 往空中啊 就这么一扔啊 没想到这个净瓶啊 就跟着他漂浮于空中 然后就跟着须曼那呢 往竹林金蛇飞过来 当时啊 在孤独园中的 比丘们见到 装满水的瓶子飞过来了 个个都非常的差异啊 哎呦 这谁的神通啊 在得知须曼那 只是出家 没有多久的沙米以后 他们对须曼那 能具有如此的神通 叹为观止啊 他们就觉得 哎呀 不可思议啊 哎呀 他怎么刚刚出家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神通啊 于是呢 大众的比丘呢 大家恭敬的 就到佛陀那里 就请示佛陀 当时呢 他们就问了 世尊 须曼那 沙米 他在过去究竟 修了什么样的福报 他不仅 今世 出生于 富贵人家 而且 又是 须曼花 衣服 随生 俱生 就是身体上 就有这花的衣服 就出来 而且在出家 不久后 他就能证得 阿罗汉国 就有如此的 神通 于是佛陀 就为大众 比丘呢 慈悲开示 其中的 因缘 佛陀 非常慈悲 你们问他什么 他就跟大家 讲 这个因果 他说 在过去 九十一节前 九十一节前 有 皮婆 师佛 注释 那个时候呢 在 波罗奈国 弘扬 佛法 教化百姓 功德圆满之后呢 入于涅槃 就是 完全 正德 这个 无上空性 正德 无上正德正觉 当时呢 这个 范摩达多王 为佛弟子 于佛 涅槃之后呢 发行建造了 四宝塔 供养佛的舍利 供养佛的舍利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童子 他呢 跑到这个 塔前呢 非常的 礼敬 宝塔 瞻仰 就是看着这个宝塔 哇 这么雄伟啊 这么好啊 这么殊胜 庄严的宝塔呀 心生欢喜 心里马上升起欢喜心 看着这个宝塔 他就发愿出家了 发愿我要出家 但是呢 他从小到年老 发愿出家 他都没有开悟了 所以每个孩子啊 出家并不一定代表开悟了 学佛并不代表一定有智慧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所以他一辈子了 他就非常的深深的自责和忏悔 为什么我修了一辈子 我都没有开悟 有一天 这个智慈的比丘啊 他以其所有的积蓄啊 购买了虚曼花 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虚曼花 他亲自将细的线 将一朵一朵的虚曼花 他缝制成一件 能够盖满宝塔的虚曼花衣服啊 你想想看 他把一朵一朵的花全部缝起来 然后供养佛舍利塔 把花全部把这个宝塔遮起来 你看这个愿力多大 而且发愿 我一定要生殖佛事 就是我以后再来生 我一定要殖 就是生在佛在的世界当中 所以你们看 师父在讲这些佛的故事当中 有很多人的愿力 就是我一定要生在佛注尸的世界 所以这就是你的大愿力 所以他要我随佛出家 证悟道果 这是他当时讲 佛陀接着告诉大家 此比丘 由此供养功德 他九十亿劫以来没有跺过地狱畜生 恶鬼 无论在天道天上做天人 还是在人间 这位比丘 常有须曼花衣服 与生俱生 就是做天人 他也有这个花衣 在人间 他也有这个花的衣服 他享受天人福报 更由于他忏悔 他忏悔发愿功德 所以大家要懂得 什么叫忏悔发愿 忏悔自己的愚痴啊 没有开悟 我发愿 我一定要增长佛制 因为忏悔之后 你发愿 那个愿力特别特别的大 特别特别的灵 所以师父教你们 一定要大忏悔闻 然后再发愿 他说 与今世得与佛出世 随佛出家 而正道果 所以佛陀讲到这里 就说 大家都非常的 文佛所说 信守教诲 欢喜奉行 这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可以不开悟 但是不能没有忏悔心 一个人可以做错事情 但是不能没有改变自己的心 所以大涅槃经中讲到 若见如来舍利 即是见佛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你看到的佛经 看到的佛陀的如来舍利 其实就是像见佛陀一样 这位须曼娜 在过去生中 年少的时候 八星出家 至老年 他都没有开悟 他没有因此而退失 他的菩提心 反而能够反观自照 我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开悟 心生忏悔 当你心生忏悔的时候 你再发起广大怨心 尽其所愿 供养 产生供养的功德 所以感得虚曼花 随生出生 并欲佛 助世 出家 修行 而正道 佛果 殊胜果报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已经闻到佛法了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我们为什么还整天觉得 这个不珍惜 这个不满足呢 我们有智慧 但是我们这些智慧 都是人间的 我们要把它变成 佛的功德智慧 要忏悔自己的过去 我们升职佛事难 得与正法难 所以我们今天 虽不能升职佛事 佛住在这个世界 但是有幸 佛的正法还在这个世界 我们还能好好的学 我们更应该把握种种的因缘 好好的听闻佛法 尊重供养 所以 精进不屑 你们想一想 你今天长得 面目清秀 你一定上辈子供华 你的眼睛好 一定是你供过油 你的口才好 你一定口吐莲华 你的人脑子清净 没有灾没有结 你上辈子一定有修啊 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上辈子和这辈子的唯心所造 你自己今天要想性解行政中 你想解脱 要相信 你要修行 你要证得佛果 你要相信他 你要远欲 你要远欲 你要把菩萨的正能量牢牢地放在你的心中 你让你的八十田中的佛性来面误你本来的九十田中的阿摩罗式的本来的拥有的佛性 这就是我们叫契合心佛合一 你这样才能一事修成 永断 轮回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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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